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可以使你更轻松的消耗敌人 也增加了他的生存能力 治愈微笑 被动技能 释放技能命中敌人时 短时间内提升自身移动速度 可以用来追击敌方残血英雄 同时用来逃跑也非常管用 绽放之五 小乔扔出一把回旋飞行的扇子 对触碰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 绽放之五可以说是小乔的核心输出技能 你可以用它来风阵或者追击敌人 也可以利用这个技能在线上消耗敌人 甜蜜威风 小乔在脚下召唤出炼之旋风 对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并击飞 你可以利用技能的击飞效果 配合其他的技能或者队友来击杀敌人 同时也可以利用击飞突进你的英雄 保命非常有用 心滑缭乱 用爱心召唤流星 不断打击附近的敌人 造成法术伤害 每个敌人最多承受三次攻击 持续五秒 大范围AOE技能 在倒弹的时候 能对敌方造成大量的AOE伤害 催点是需要靠近敌人才能打中 所以释放的时候 你要注意控制好 与敌方英雄的距离 组点绽放之五 刺点甜蜜威蜂 有大点大 这样一个加点 绽放之五是小脚主要的输出技能 而且技能CD短 你在线上的时候 可以用来消耗敌人 虽然甜蜜威蜂有控制 但是兑现时伤害会略显无力 所以组点绽放之五会比较合适 召唤式技能 急走 75秒CB 增加30%的移动速度 持续10秒 可以加强风筝和保命能力 由于小脚的技能较远 以及被动的加速效果 还有个控制的保命技能 所以不需要带防护 如果你想要高爆发的话 可以选择带振奋 但是那样很容易被近战突死 同时振奋的CD太久了 推荐出装 前期神术之靴加大棒 中期秘法之靴加圣杯 后期转出博学者的愤怒 加回响之杖 十字预言 冰霜法杖 小乔是一个消耗型的法师 还是比较缺蓝的 圣杯可以增加他的回蓝 还有减CD 博学者的愤怒和回响之杖 是强化他的伤害 十字预言 冰霜法杖 则是增加血量和生存能力 到了后期 如果对面的英雄触摸抗装 你还可以把冰霜法杖 或十字预言 换成虚无之杖 以及圣杯 换成折磨面具 在对线的时候 你可以用绽放之武来消耗敌人 也可以甜蜜威风先手 接上绽放之武 如果敌人的血量不多 则开启大招追击 利用被动的加速效果来追杀敌人 与你对线的如果同样是小乔 看到他丢绽放之武 你记得往两边走 这样可以很好地躲过他的技能 第二段伤害 如果你走直线 非常容易全中他的两段伤害 这个方法也是用来躲避 其他类似于绽放之武 这样的弹道技能 8v2 与对方对拼的时候 要优先选择杀死敌人的输出英雄 再拉开距离 对剩下的英雄进行输出 如果技能没有冷却 确保敌方不会杀死你的情况下 也可以控制好距离来普攻敌人 甜蜜威蜂的释放时机要把握好 你可以用来配合队友的控制 击杀敌人 如果有敌方英雄突进你 你要立马甩出甜蜜威蜂 把他控制 不然很容易被对方一套伤害带走 当你血量不多的时候 遇到残血的小乔 如果没有把握杀他 尽量不要追击 要不然很容易给他的绽放之武 放风筝杀死 在倒弹的时候 小达的大刀释放时机要把握好 看到对面全部集合你的队友 要果弹上去开出大招 等大招结束以后立马拉开距离 避免被秒杀 团队的时候 如果对方突进过来 要果弹用甜蜜威蜂 后手控制 然后开启大招 配合队友对敌人进行输出 你要同时注意与敌人拉开距离 没有控制技能之后 自己还是很容易死的 团队的时候 自身的位置还要选择好 如果有敌方突离 要快点跑 然后等敌人追不上的时候 赶紧回头对敌人进行输出 要控制好与敌人的距离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带机接着小乔 比防腹也用多了 总结 小乔前击伤害还是蛮弱的 在装备没有起来之前 基本没有什么伤害 所以前期以发育为主 装备起来之后 伤害比较可观 可以利用绽放之五的两段伤害 来消耗敌人 对脆皮英雄威胁也较大 后期你会发现 有个绽放之五 莫名其妙 人头就到手了 在后期倒弹的时候 只要稳稳地站在队伍的后排输出 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来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